作曲 newcomer 作曲 newcomer 作曲 newcomer 來到圓民市集的會場 現在非常容易地邀請到 原住民首歌音樂的唱作哲夜小姐 可昆 大家好 我是屏東卸菜五香的 台湾籍的台灣籍 我叫額格斯 然後我的漢名叫葉亞天 對 就這樣 他葉亞天有很多作品 然後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下嗎 介紹一下 好啊 然後先介紹這個好了 這是我比較早期的作品 它是一個 它是幻那片的卡片 然後其實這是我大概十年前的作品 我剛開始做文創的時候 這是第一個異見作品 然後這個圖片其實是我自己手繪的 然後我畫成 我是畫成一個一本繪本 那一個繪本叫做《百合公主》 它是我高中的時候畫的第一本繪本 那我 因為那本繪本是 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代表作 所以我在那個繪本裡面挑了幾張 我覺得很有意義的圖片 然後把它做成一個周邊商品 就有這樣的卡片 然後用同一片自己在家裡 用的一條一些輸出 然後再畫這個外框的這個圖案 然後再把它補表在裡面 這樣 那這個卡片是一個很信念的一個形式 可是我覺得 原住民的東西就是不見得一定要用 可能像大家所知道 手指的就像木雕石雕等等這樣 它也是可以用一種像文具形式的 非常比較低成本的方式去做行銷 然後 而且這樣的方式可以推廣到更多的地方 因為它成本比較低 相對的我們在賣的時候 都是一定可以不用 不用 書架這麼高這樣子 那它就可以可以影響到一些像 我們新的消費產品 對 這張很有趣 其實這張是我去做甜點調查的時候 我自己就是想到的一個創意 這個圖是叫台灣企業 因為我自己是台灣族 然後以前我也參加過我們學校的台灣族的一個社團 那我們那時候後來的一年 他睡覺在那個下鄉去帶小朋友 然後其實那時候我帶一些小朋友 就見他們那個很純真的那種臉孔很可愛 然後我就把它記起來 然後他們就長這樣很可愛的 然後我就畫下來 然後上面有一朵板的花 是比較抽象的感覺 然後 因為我覺得這種感覺很團結的一種形態 其實讓我覺得 就是不只是激勵自己要族群的 要對自己族群的畫的一個認同 而且也是要在就是經歷自己要 要回對這個部落 然後去重新去學習這樣子 所以這個圖 這一個圖它叫做台灣青年 那像這個圖它是陶若 它是台灣圖的一個圖圖 然後是張圖 對張圖圖的圖案 對 那這個圖案它特別的地方是 其實其實陶圖它在台灣圖的文化裡面 是有那種媽媽母親 就是孕育文化的子宮等等 對 所以下面的同分上面的同色都很關聯 對 它們是可以搭關聯 也可以有關聯性的 因為其實是這個圖案都是從我的文化裡面去 去看到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放在一起是絕對是很可以配得起來 對啊 很少耶 還蠻特別的 還蠻特別的 這個嗎 這個 對啊 這個Solene就是 其實我很喜歡這個Solene 因為它 你可以看看 就是這個是我 上去年 應該說今年初辦一個展展 陳國展的時候的作品 那上面的琉璃珠也是我自己燒的 那對喔 這旁邊有片 這一套比較 比較 比較屬於我個人的意義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燒琉璃珠的時候 我覺得我就想要做一個 因為我很喜歡玫瑰花 我就想要做一個像玫瑰花的感覺的 手鍊 那所以那時候我在配色的時候 就用這種比較翠緻的感覺 比較紅色 然後用它去搭配 然後 也加了很多金 就讓人家就是 因為我覺得每一天的話 它給人家感覺是很華麗 然後很美這樣子 然後又覺得就是 帶刺又覺得遙不可及的感覺 所以我這條手鍊就是做得非常的華麗 然後你就看到說 旁邊有什麼那麼多的各式的那種 金屬感覺 就是 Bling Bling的感覺 然後 然後它要表達這種高貴的感覺這樣 然後我自己非常熟悉這條手鍊 對 到這個時候它的葉子 對 它葉子這樣子 對 另外一條它 又有不同的含義 因為其實這條手鍊它上面 有非常復古的東西 有非常現代的東西 像比方說 像這條手鍊的名字叫做 旋轉木馬 它什麼叫旋轉木馬 因為它繞著圈圈 然後上面有一隻小小的木馬 很可愛喔 對 然後這個木馬其實是 我一個好朋友送給我的 它是在英國的一個創意市集裡面 買到一個小東西 然後我把它組裝起來 然後像這個扣子 是很久以前我從小 我用很喜歡收集扣子 所以這扣子是從很久以前 由船久船到現在 然後這些琉璃珠也是我自己燒的 這是琉璃珠 你自己燒 然後還有一些 特別的一些小罪事 然後我就想把這些東西都穿起來 因為我覺得它看起來很繽紛 感覺很像是在那種 遊樂園啊 童話世界的感覺 然後把它穿起來 然後又加一個小木馬 就是 就是代表它的 就是這個作品它的最重要的含義 就是它是一個沒有童緒的感覺 然後是 就是會讓人家感覺 有一個很快樂的一個作品 這樣子 嗯 這個老師在那邊 是一個製作的時間 比方說像這條項鍊 其實它 其實這一條項鍊 它特別重要在它 琉璃珠其實是我自己燒的 然後像這一顆 對這一顆琉璃珠是自己燒 然後後面有一個點對的琉璃珠 這一顆 這一次是幾燒的 對 然後它有點像玫瑰的感覺 對 那我這一顆 這個項鍊 其實它就是跟我 其實文化有很大的關係 它就是 孔雀蜘蛛的故事 然後它象徵的是 台灣族的愛情 然後它有一個非常美 美的神話在裡面 所以我其實這個 這個項鍊 我本來是要打算做 一系列就是嫁妝系列這樣子 然後去 全部都是台灣族的嫁妝系列 然後這樣一條項鍊 所以它從琉璃珠的製作 燒製到 這部設計 然後串組 這些整個總統的過程 你要半天的時間 有可能 因為你在搭配顏色 你在找材料的時候 其實它都會花掉很多的時間 對 那我想講講 因為你在想要講 你那些作品 你那些創作的 你那些創作的來源是 創作的來源 創作的來源 其實像 我的創作的作品是 跟我的生活是有很大的關係 尤其是像我新組的原作的身份 臺灣一組 那有一些 其實我們有一些 那作品它背後 一些故事 都是跟我進去的文化 或者是神話傳說 甚至於是藝術的能感 是有歡樂 所以有時候在生活中 聽到一些老人家講的故事 或者是樂舞的表演 然後甚至是藝術家的創作 會不會讓我覺得 會想要用這樣的一些文書 然後就做自己的創作一個 一個idea這樣 謝謝彥小姐 請為我們介紹 她所創作的這些作品 那希望以後呢 她有機會 可以請到彥小姐來 辦這些類似這樣的活動 好 謝謝 請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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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我